我們作為香港警察,去守維護香港法治 維護香港法紀,保護香港市民,保護香港 這個是我們的天職 當我知道有這樣的邀請 我亦都是受邀請的其中一項 我一定是很開心 直至上幾個十年之前 港澳台辦主任陽光先生 說了一番說話 中央肯定了我們警隊的工作 而加上今次 在國慶的時間 邀請我們一些警務人員上去的話 這個 給我順道說 中央對我們的工作是絕對肯定的 亦都是令我們警隊方榮 我們十位同志上去 但是我們帶著三萬個同事的辛勞 上去同主席和國慶領人 去告訴他 我想告訴國慶領人 中央可以放心 我們警務人員 是會堅定不屈 排除萬難 去將這件事件 圓圓滿滿 根據香港的法例 去處理它 香港警隊 是香港最堅定的基石 不會受到任何原因 不會受到任何的抹黑 不會受到任何的迫害 而退卻 即使是半步 我們都不會退卻 我們一定會堅定 去維持香港安定法 堅持香港的發展 更多精彩 近在中國新聞網客戶端